奶奶 继续 爸爸 这个高叔叔 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好像有一点 怕他 不是怕他 是爸爸欠他太多啊 王晗 汪汗怎么回事啊 见着我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肯定是怪你让我流产了呗 这事 又要弄得满城风云吗 老渔都知道了 怎么能不告诉汪汗 你跟他说这事说得着吗 我不跟老渔说流产了 老渔不会怀疑我吗 我怎么跟他提我要回ABA啊 他怎么说 没有当面拒绝我 什么表情 不是 我 我 我在帮你分析他的心理 他这人心机太重了 我知道 给你消息 打完了 打完了 他拿你电话干吗呀 给我妈打电话 公司接电话的 我怎么知道 我的主治大夫 对我进行了评估 今明两天 他们一定会到你那边做调查 所以 你必须把我给你的答案背下来 我真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你好 还是对你不好 关键是对马而好 好了 不聊这个了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工作 噩梦啊 我刚刚接到通知 公司要裁员百分之十 而且由我亲自确定总部裁谁 昨天晚上那是整整一夜失眠的 我现在知道了 这比我自己被裁还可怕 既然这个工作 给你带来那么大的痛苦 而你在的职位 也会给别人带来痛苦 那为什么不离开啊 我 辞职 从来没想过啊 没有 老齐啊 你这个人 就是不敢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呐喊出来 你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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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的名单 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就等您确定吧 不用了 今天直接宣布 爱可谈话 我跟你识 词曲 钢子 要让 moms 参加 喜欢 好像 不能 湛哥 你好啊梁总 我的湛哥呀 你不能叫我梁总啊 叫我小梁啦 梁总好 楼上我今儿全包了 就咱们俩 我们哥俩好好续续救我 请请请 湛哥 跟人那儿一样 还是没双电梯 啊 你是主 我是客啊 你在前面请 好 我引路 我引路 好 湛哥 这些年你都哪儿去了 啊 一点音讯都没有 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 这些年你也没闲着 生意越做越大 湛哥呀 我欠你的恩情 我从来就没忘记过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您 我最敬重的 就是您湛哥呀 说句实话 没有你湛哥 就没有我梁总的今天 我是我你是你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你可别抬拒我了 湛哥 不是做餐饮了吗 我那哪是做餐饮呢 我开个小面馆 自娱自乐呀 感谢湛哥 这么多年之后 你终于露面了 给兄弟我一个 聊表心意的机会 我欠你一些东西 这些年总想着要还 哥在心里边都割出病来了 湛哥当年为了帮我屏障 卖出去那些楼 我买不起 现在也买不回来了 我就想齐聚当年的弟兄们 给湛哥赔罪 没什么好赔的 广州城不大 你没躲过 这些年 我也没有来找过你吧 是是是 湛哥从来没有找过我 进 叫我老陈 好 坐上 坐上 来 坐坐坐 坐好啊 喝水吧 我给你倒点水 别忙了 不行 眼睛怎么红了 是 是吗 什么事 我忍不住了 你先坐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说 我跟他还有孩子了 别说啊 别说啊 要过三个月才能说 现在才一个月呢 好 保守秘密啊 恭喜啊 嗯 怀孕了 怀孕了 你疯了 你疯了 别不是你的孩子 好 怀孕了 好 怀孕了 你听我说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用工单位是不允许辞退怀孕妇女的 你记住这条啊 是吗 哎呦 不对 你叫我来是要辞退我呀 不是 你别急 你别急 公司也要裁员 销售部也要裁百分之十呢 啊 你就在那儿 我本来想跟你谈这事了 现在好了 我俩都轻松了 谁定了你呢 你什么意思啊 哎 我也许要离开公司了 但是 这个名单即使没有我 也会有别人来执行 你就记住我 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也要走啊 我 我压抑很久了 我这起来 就是想求你一件事 展哥 出了一件事 别的都好说 我说的跟你说的 不知道是不是 同一件事啊 展哥请说了 把余德伟的证据 交给赵小亮 抱歉 展哥 四言 你说没问题啊 你呀 给赵小亮 这些没问题啊 并啊 我梁静从来不拿生意患情分 这是我跟你最大的区别 战哥 这顿饭可要吃肠了 这样吧 你把当年的兄弟们全都请过来 让他们听一听 你 梁静是怎么给我赔罪的 战哥 就算赵小亮是我的真女婿 我也不会把证据给他 懂了 你给我上了一堂人生的课啊 战哥 别这样 你踏踏实实坐在这里 我高战军不会把你怎么样 战哥 战哥 别这样 战哥 战哥 庞成 我这辈子不会求你一个字 你记住了 战哥 别这样 战哥 我 和我 战 战哥 战哥 冲冲 我正式向二位尊敬的领导 提出你辞职 谢谢二位领导 对我的信任和栽培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这都是大实话 你为什么要辞职 一方面 让我辞退十几位同事 要和他们一对一的面谈 我做不到 我知道我被辞退的感觉 所以我说不出口 第二个方面就是 我在这个职位上 一直觉得不踏实 昨天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叶总 你懂的 我只是你的影子 可是我不喜欢做某某人的影子了 我想做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敢于把自己的想法喊出来 那好吧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没什么 我就是烦了做你们的影子 我来ABA这么多年啊 我来ABA这么多年啊 这个办公室 我近来不过十次 八次都是最近的 也没有人请我坐坐 喝个茶或咖啡什么的 销售铺开会的时候 我就是个背景嘛 那还要我这个总监干嘛呢 当影子也就罢了 干嘛让我去做辞退人的事情啊 喝 你可以想 curiosity 我不想想煮你 这上背景还 好 好 这么好的茶 以后就没机会 在公司和大家一起喝喽 怎么了 老陈 我辞职了 真的辞了 送你的离别赠言啊 做回你自己 销售员那心理是最强的 咱们是吃闭门羹吃大的 内心是多么地强大 我发现你现在胆子变小了 以前的王航可不是这样的 咱们这种在北上广闯荡的外乡人 最不缺的就是胆人 约你出来是想给你讲个故事 我这么忙你约我出来这个故事 你必须得讲得精彩 梁静手里有一份 可以把余德伟送进监狱的证据 梁静拿着这个证据 去跟余德伟谈合作 就想在商业的生意里插一动笋 原因是 梁静的家族弟兄们正在港内附近 她已经被董事会给办了 那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跟梁静聊聊 如果余德伟跟梁静合作了 那这份证据一定会得好的 但如果这份证据落在你的手里面 我觉得它更有使用价值 小亮啊 我这两天一直在做同一个梦 我梦见你啊 胯下赤兔马 手持一杆 方天画起 哎 定睛一看原来是三姓甲冬王 我姓赵 赵老师怎么都知道 赵隆将军文武双全 你说他有没有这种可能 你和老于和谐伙来骗我 只要余德伟跟我条件谈得好 当然有可能 我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如果它一旦发生了 你前妻和你前妻肚子里的孩子 她就 我孩子已经流产了 我跟我前妻也不肯不复复 对不起啊 是因为余德伟 现在在对付她这件事情上 我们两个利益一致了 我恨不得让她偿命 好 喂 潘云 可以啊 对不起 有电话进来了 潘云 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好 再通电话 拜拜 老梁是吧 有什么指交啊 好啊 约个时间谈的 再通电话 拜拜 来 潘云良静 真有点翻识乏术啊 这是巧合吗 潘云要求回来 收回次城了 她约我吃饭 她为什么改主意了 她流产了 跟赵小亮也分手了 所以又回到了这里 想依靠你这棵大树 这种女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才好 至少不值得尊重 至少她很聪明 理性 也通小厉害关系 又能得体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接近自己的目标 这种女人 我觉得那是堪称完美 我也知道她的要求很无礼 但是她提出来的却让人舒服 这就是本事 是 我觉得人世间 还是有爱情 友情 忠诚 奉献牺牲这些情感 是这些在真正的驱动世界前进 如果要说 潘云堪称完美 这是对所有人的贬低 包括我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谁出于对你的忠诚啊 不要以为那些果分 对我会有什么吸引力 这些年来 我收到的类似要约 绝不止一两次 知道知道 你表达过不止一次了 不过呢 余生 你要收回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否则 否则我就退出这个计划 潘云不止一次地 背叛的欺骗你 而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容忍她 这种如人已经到了 发昏的程度 现在到了你发挥 领导能力的时候 司徒明和梁景暗中勾结 为什么 无非是因为计划进行不顺利 对你没有信心吗 我很难保证明天方国强 王军 元郎 甚至我不出问题啊 信心简弱 自然就会生一心 果然是这样啊 果然是什么 现在对付丁乔 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你 你底气就硬了 开始发布命令了 你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 但以我现在处在的这个位置 我是可以提出 任何强硬的要求的 所以别跟我讲忠诚 忠诚是无条件 永不置疑的 你的忠诚 却需要不断地肯定赞美和妥协 你也没妥协啊 我们打平了 我早知道 我们既不会开花 也不会结果 我早知道 你可就被打招开 所以你以后 因为你以后 我肯定在播出 是什么 你都是你一个社区 这个客人 你这什么社区 我已经对你 你一个人 我肯定在吧 你嘴里得你 烧这什么 你就是我肯定在我 也许有些问题 会涉及到您个人的隐私 我们会严格保密 当然 您有权拒绝我们这次采访和纪录 回答 问吧 涛口道提到 他和你初次见面 是在一家房产公司的样板房里 他打算偷拿一些东西 被您制止了 是 是的 我无意发现支持了他 然后把他带回家 他还提到 他多次在您家吃饭了 是的 他还说 他曾经打算去看你的儿子 是受您的委托 你们一度还想去云南 有这事 我查看你 我差点见到我儿子 涛口道被确定为行为失常 最重要原因是 两周前攻击了两个人 但是他却跟我说 摄入您的委托去了北京 他当时确实给我 我需要听到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很重要 你 这确实是这样的 我求他帮忙 让他去北京找我的前妻和儿子 我前妻不让我跟我儿子见面 他现在跟个姓张的什么在一起 我儿子正 您 您说 我们在航空和铁路系统 并没有发现 掏不到 购票去北京的机遇 这 这 这事是这样的 我 这事是这样的 我是安排他和我的一个朋友 开车去的背景 然后我朋友负责食宿和交通 好让他专心地为我找人 对了 在北京住店 也是用我朋友的身份证登记的 你确定 这一切都发生在两周前呢 当然 他在北京待了近十天哪儿 那我们清楚呢 好 老陈今天辞职了 他疯了 公司整体要裁员 销售部的名单里头 我是第一个 他今天帮我把这个事 给拦过去了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我一点也不知道 这整体裁员不可能吧 不对啊 怎么 你是人力部的 怎么你都不知道呀 他们不会也想把你给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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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要这一集啊 好 请稍等 多谢 你说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讲 不知道还有什么话 也要这样正式地讲呢 赵小亮跟梁静有合作 这个算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赵小亮从北京回来是因为梁静跟了过去 当了说客 所以他是带着跟梁静的合作 回到了ABA 这么重要的情况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也是才知道 你现在告诉我 是想要表明什么 像赵小亮这么没有底线的人 你至少要涉一道防线 你要搞清楚 他到底回来做什么 你的信息很重要 我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六天以后 会战中心将举行黄金时代的全球发布会 总部中层以上的员工都将出席 会后我就宣布 你仍然是华东大区的经理 现在和以后都是 谢谢老爷 你会发现这是你应得的 准备一下发言呢 嗯 老大 我真的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 你一定要我这样求你吗 爸爸 你真的要跟鱼斗我去谈派吗 老大 你不要怪爸爸 你站在一艘巨轮上 而赵小亮 这是你前面大海里的一条小鱼 哪个轻哪个重 一旺便知 怎么就剩这一本相册了 其他那几本呢 你看抽屉里有没有啊 抽屉我刚整理过 没有 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你就光剩下这本年轻的 把那几本年老的相册 给藏起来了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老想记着我满地 爬流口水 渗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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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不认识那个样子了 你就记着照片里那个年轻的样多好啊 你怎么了 我今天 当着梁景的面 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我说过我最不愿意求这小的 最后还是求他把我扶了起来 我 你想这些干吗 帕晓慧 如果以后 我真的不认得你了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老高 你别太悲观了 我每天都在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总有一天 能治好你病的药 会发明出来的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老渔啊 你不要怪我 我 我从来没有针对你 这只是生意 因为先有了跟司徒的关系 所以 我不能直接找你 要不 咱们俩早就合作了 司徒已经出局了 你也应该把目光移开 别再盯着ABA 你没有任何机会 司徒从你们这儿出局了 但他跟我有合作 他给我这个 所谓证据 只要把这些东西送到法庭上 你就是犯有我 内部交易罪 至少是几十年的刑期啊 老渔 你不会把你我 推到这种地步吧 咱们两个 还有合作的余地 你要的是什么 份额 你们现在的五人组合 已经没有让我再参与的空间了 这个组合 我现在得调整一下 我知道你们的完整计划 先吞并香胡再控股ABA 这样的计划不能没有我 这个我说了不算 你可以的 我的工业员已经出开了 开工没有回头剑 小山白是撞不过万顿轮的 如果香胡和ABA合并 那我就是死路一跳 假如我上不了你们的大船 那我 也要想办法把你打垮 老渔 你撞在我的枪眼上了 老梁啊 你是真的怕我 都想能用这个来对付我 嘴硬没什么好处 两个选择 一是把他烧灯 二是继续下去 但是我劝你要想清楚 梁依 你怎么在这里啊 光明正大走进来的 你怎么出来的 光明正大走出来的 出院了 嗯 好 denken 蜗蜒蜒蜒蜂蜂蜂啊 谢谢你 我相信�무 变化很大 你变化也很大 那是都变好了 还是都变坏了 至少你是变好了 还是软床最复复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到了香港 这个地址呢 是一家网络公司 国外有些药呢 在药监局没有注册 所以在国内买不到 有的人呢 就只能代购 从香港购买啊 也是一条途径 都是什么药啊 早说柴包掩护 你又不同意 直觉告诉我 我们这一仗 该把宝压在这个女人身上 梁静跟我翻里来 几乎是把个零定了 他不可能把起诉 一斗尾的证据交给你 房积时代的数据库 还在保险队里 能不能拿到手 也是为止数的 所以说 叶昭君是我们现在 唯一的托货 叶昭君 叶女士 你好 您来了 这边请 先生 你好 不好意思 你不能进去 我是刚才那位 叶女士的男朋友 修理学这边你跟我来 我一路跟踪你到这儿了 咱们两个聊聊吧 你想聊什么 人生苦短哪 你翻了我的东西 偶然发现你在吃这种药 所以 不难判断你的平静 叶总 何苦呢 何苦让自己牺牲在那样的事情上 我知道你要把带有病毒的数据 顾交给顶桥 你还知道什么 放心了 我不会告诉顶桥的 我跟余总之间有协议 我还等着兑现股权呢 我不像你 我对余德伟和ABA 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 失去攀岳之后 除了现实利益 我别无他情 不过很奇怪 有了你这样的心事 还要我帮你 通过出卖你 举行一丁桥 还有呢 我只希望你对我的病情保密 余德伟不会对你感恩的 我并没有想过要被人感恩 别欺骗自己 你看看你自己多孤独 除了余德伟 你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能帮你哦 你帮我什么 帮你把余德伟绑在身边 帮你把余德伟绑在身边 你还能活多久啊 你甚至说大概一年左右吧 一年时间 要是这一年时间 你能甜蜜地和余德伟生活在一起 它对你而言就是最完美的结局了 好 赵总 你到底想跟我说些什么 好了 首先呢 我确认了你的病情 你得了绝诊 然后我还知道了 你和丁桥的关联 你是怎么猜到的 我发现你从香港网购一些药品 而且这些药品呢 都是厨房药大陆用的车 凭我对叶总的了解 叶总是一个干练的女人 平时呢 对自己的妆容不是那么的在 但是近来几个月 你频繁地进出没能力 那我就猜想 是不是叶总的贫富衰败得厉害 那原因是什么呢 要误犯你 我综合了多方面的因素 再加上我这个 赌徒的好运气 就让我猜想吧 没错 我拒绝了做化疗 要是一个大光头 余德伟连一眼都不会看我 沿路 好 这 犯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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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